路立前行 光辉十年 众议商联举办成立十周年庆典 即第三届理事会换解仪式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米兰华人街 有一个以华人命名的广场和凤山广场 这是意大利首次以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区 而这座广场的命名成功 与意大利众议商联的积极推动和促成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众议商联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范例 2021年 众议商联还获得了米兰市政府颁发的 金色安部罗吉诺守护神家许状 从1946创立该奖项以来 众议商联是唯一获得家许状的移民组织 取得这些无上荣誉的 是一群活跃在意大利各界的华人二代 他们既有父辈身上的开拓精神 又富于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 以不同于父辈们的商业头脑 思维方式敏锐洞察 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他们突破传统的餐饮和服装加工等创业渠道 积极投身能源 金融 制造 旅游 文化 影视等行业 实现多元化发展 十年承载 风雨同舟 2022年9月15日晚间 众议商联在米兰新歇尔大酒店 隆重举办成立十周年庆典 即第三届理事会换解仪式 吴朝华任第三届会长 中国驻米兰刘侃总领事 张凯斌副总领事 米兰市长萨拉 参议院议员安东尼奥 一中协会主席波赛利 以及米兰八区区长等各级单位的负责人 各华人侨团代表 意大利友人等三百多人参加了盛会 会场响起众议两国歌 经典活动在宣传视频 我们的故事中拉开序幕 秘书长叶汉文宣布大会开始 众议商联第一届会长吴博青 第二届会长宋盛仲 执行会长林杰先后致辞 总结了协会工作 他们表示 众议商联自成立以来 一直是一个新一代华人企业家的协会 已经拥有一百六十多名成员 和众多的支持者 众议商联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 积极组织企业家 政府和本地居民协会之间的持续对话 关注社区需求 致力于促进华人社群 和本地社区的文化和经济融入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首肯和高度评价 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 上任会长宋盛仲与新任会长胡朝华 进行了会议会期的交接 完成了协会的新老交替 宣示众议商联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新任会长胡朝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 胡朝华说 作为屡一二代华人 我们具有强烈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当我们的父母会摆脱贫困而移民到意大利时 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因为忙碌和培养后代 自己错过了学习意大利语和融入当地社会 作为幸运的一代 我们决心为改善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共存 做出贡献 为了帮助众议文化之间的相容 我们成立了UNIAC 并作为双方互相沟通的桥梁 成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组织 与各大机构 媒体和行业协会进行对话 多年来 拥有相同理想的年轻人逐渐加入我们 这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有许多成员 分布在整个意大利各个区域 胡朝华表示 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未来 希望成为整个意大利和世界年轻人的榜样 并成功地将我们的理想传给后代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刘侃 米兰市长萨拉 意大利参议员安东尼奥 一中协会主席波塞利 米兰工商联秘书长马可 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周立新 先后致辞 对众议商联成立十周年 胡朝华容认新一届会长 表示热烈祝贺 他们对众议商联成立十年来的工作 给予高度评价 众议商联 秉承初心 锐意进取 积极搭建华人社区 与当地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 媒体等主流社会的沟通平台 在帮助侨胞融入 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促进众议各领域交流合作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已成为华人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生理军 成为推动众议交流发展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 庆典大会上 众议商联的会员们 与到贺嘉宾 频频举杯护制良好祝愿 望着他们朝气蓬勃 青春飞扬的面孔 听着他们慷慨激昂 自信满满的话语 我们坚信 语义华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